接下來看一個大學的學徹底 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天佳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是100年年學徹的第五題 這題在講的是圖一為封面系統的示意圖 其中左圖為地面天氣圖上常見的冷風跟暖風 它這右圖我沿著PQRS下去做垂直的封面圖 會得到我們右邊的這個圖 接著它上面的曲線跟斜線分別 代表是冷暖空氣的交界面 它說有關QR2點到底是什麼封面 跟甲衣柄三個區域 它的地面的空氣相對溫度高低是下列合得正確 然後底下給了這幾個選項 我們到底要來選究竟哪一個是對的 好那要解這一題我們需要了解到的東西 當然第一個 究竟封面有哪幾種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是我們的冷風 大家很常在氣象報告上面看到 就是這種藍色的箭頭有沒有 然後配上黑色的線或藍色的線 然後之後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冷風方面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欸 鏡頭是因為我們這個三角形的部分 就是朝上 所以代表說封面是往上跑 所以這鏡頭方向也是暗指著我們的封面的方向 那一樣 暖風它就不是我們的三角形 它就變成是我們的半圓形 所以我們可能在氣象報告上 可能有說它黑白的 或考驗商看它黑白的時候 大家要更清楚 它究竟是一個圓形的 還是一個三角形的 OK嗎 好那暖風這邊一樣它朝上 所以我們一樣是一個向上跑暖風 好那接下來會有滋留風 什麼是滋留風 台灣大概在梅雨季節的時候 因為大陸冷高壓的冷風 跟我們太平洋高壓暖風 兩個在僵持不下在台灣的上空 於是在這上空部分會帶來大量的降雨 也就是我們滋留風所造成的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雨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台灣沒有看過 也叫求固風 它沒有到外交流風 求固風是怎麼來的 剛剛滋留風是所謂的冷風往這邊跑 但是我暖風往這邊跑 所以互相抵抗 於是僵持不下 於是產生滋留風 求固風則是我的冷風 原本在前面跑得好好的 但是結果我的後面的暖風 追上去了 他講的是錯的 冷風跑得快 暖風跑得慢 所以求固風的行程是冷風追上暖風 不是暖風接上冷風 不過因為國中不交求固風 你上高中的時候把它搞清楚就可以了 好國中沒有交 但是他講的是錯的 是冷風追上暖風 形成求固風 這時候就會產生我們的求固風 就會看到像三角形圓形 三角形圓在同一面這種情況 這個在日本的地方會看到 跟台灣是看不到的 OK嗎 如果看到的話 可以打電話跟我講 好來 接下來下一個部分 我們當然要了解 在冷風跟暖風 在過境的時候 它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好 主圖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冷風 冷風它封面是個三角形的 那究竟冷風它的三角形在這裡 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交界帶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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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角形就是我們冷風的封面的前端 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前面 我們看到這個三角形就是在前面這個地方 OK嗎 好接下來呢 冷氣團如果往前衝 那相對之下 冷氣團相對之下什麼 暖氣團嘛 在冷風前面這些氣團就會因為 暖氣團會上升 跟冷風啊 從下面往下壓關係 於是暖氣團就上升 那暖氣團在上升的過程中 溫度會向低嘛 大家應該有爬過山 越爬越高 天氣越冷 OK 那溫度下降的時候 這些暖氣團啊 這些水氣就會沉雲降雨 於是就會像這邊一樣 就會在封面交界處就會下雨 好 那一樣啊 暖氣團如果這邊是一個暖風的話 那封面究竟在哪裡 它在這裡喔 我們的半圓形就在這個前端的部分 這邊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暖風 所以如果在地面上喔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暖風就會在它的前緣 好接下來一樣 暖空氣封面往前走之後會上升 上升之後 也一樣 暖空氣冷卻之後 水氈氣凝結 會降雨 好 那一樣接下來呢 我們聽完這個之後 我們來看看題目要怎麼解喔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裡題目要說有啊 PQRS 這幾個東西做一個剖面圖 這樣子 切過來之後 做一個剖面圖 那它自然畫出來 右邊這個 圖一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欸那這個圖我們就一定要怎麼去判斷它 首先我們拿這個點去對一下點喔 來第一個我們先看到Q 喔Q這個點在這裡 它有冷風嘛對不對 所以Q在這裡 對不對 接下來R呢 好在這裡 接下來S呢 接下來S呢 是不是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還有P OK 這相信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空氣的冷暖的差別究竟是什麼 那我們來再提示一下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圖拉出來喔 我們要加兩條綠線之後 你就會看到欸 這個圖跟剛剛畫的好像喔 你看冷氣團經過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冷空氣 所以呢 這邊也應該要是假的地方 就是冷空氣囉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暖氣團 這個地方 它在它的前端啊 前端這個柄的地方也就是這裡 這邊是原本還是冷氣團 所以這邊也會是冷的 好那接下來 在這條斜線 這條斜線的上面的這個這塊區域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暖氣團 所以這邊就是暖空氣 所以我們知道假以柄分別是冷暖冷 OK嗎 那Q跟R呢分別是什麼 Q就是我們的冷風 然後呢 R呢就是我們的暖風的方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下題選答案了 好 所以這題呢我們就選擇了C Q點是冷風 R點是暖風 接下來它分別假是冷 以是暖 柄還是冷 好 這題答對了 那我們來統整一下 大家要記得的東西 第一個大家要記得 封面的一些類型 我說你要知道符號 要認符號 還有它們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接下來來看一下 大家要記得冷風如果過近 過近的地方在這裡 它如果過近氣溫會下降 如果暖風過近 溫度就會上升 還過近的地方之後就會上升 接下來在交界處的地方 記得一定會下雨喔 OK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相關的延伸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補充一下 不同類型的降雨 對流雨 地形雨跟氣旋雨 如果你不知道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雖然它是考大學的題目 雖然它花了好多時間講解 但是實在 你只要把我前面交過 搞懂了 你這題就OK了嘛 所以顯然現在大學 考試實在是太簡單了 念過國中就會了 不用念高中 OK 這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封面的狀況 可以嗎 可以